众所周知,在假面骑士里除了列祖列宗形态 还有一种形态,就叫做灵堂形态 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海东的神主模式 在电网的世界里,海东获得时间警察黑棋守护的触屏 拥有了变身成神主形态的能力 和第七一样可以召唤骑士加入战斗 只不过他召唤出来的是全员死人 但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死人 他们可都是些大佬级别的人 今天阿峰就带大家领略一下这八位大佬的真正魅力 第一位假面骑士祭祀 初次登场于亚继托的夏日剧场版 是水人时朗身着躯体装甲基斯进行武装的基本形态 为基3系统在后续强化装甲战时 整体配色黑白相颠 手持巨炮的形象更是吸引了大批粉丝 其战力远高于G3和普通形态的亚继托 是一个从不知别的大佬 拥有和死亡一样的战术预测的能力 在战斗时能够提前做出应对措施 只不过这副装甲拥有强大的副作用 长时间穿戴会造成脑细胞加速死亡 在剧中 水城没能守护好自己的爱人 而彻底黑化 最后倒在了祭祀的副作用和冰川的枪下 你能说水城是彻底的反派吗 不 他只是个被爱所束缚的可怜人 第二位假面骑士Orga 登场于假面骑士FES的夏日剧场版 是该部剧场版的敌对骑士 变身者牧场勇志为奥菲尔诺的人类态 性格温厚认真 倡导人类与奥菲尔诺的共处 因此被其他奥菲尔诺视为叛徒 在剧场版中 牧场在导演的安排下 勿杀了想要夺取FES驱动机的水源 被迫潜入研究室夺取了帝王腰带 后来在Smart Lady的诱导下 无以为真理设计害死了 同文奥菲尔诺的长田以及海棠 自此之后 牧场便走上了黑化之路 将消灭人类作为自己的信条 与巧爷进行决战时 他使用帝王腰带中代表帝的腰带 变身成假面骑士Orga 又称之为帝之帝王 简称弟弟 他的残忍武器为弟弟剑 必杀机为弟弟斩 好家伙 本来非常霸气的人物 全毁在名字上了 在最终决战时 与暴雷形态的FES一起使出必杀技 按照设定 两人本来是势均力敌 可巧爷有主角光环的加持 最后弟弟还是倒在了巧爷的暴雷电钻桥 战败的牧场幻人回过 将原本放弃的梦想寄托在了巧爷的身上 最终的最后 真理陷入危机时 牧场为了救真理 被细牛奥菲尔诺大伤 造成重创而死 而戏外扮演牧场的小马哥 也早已离开人世 只希望跟他没有那么多的险恶 第三位 假面骑士龙牙 初次登场于假面骑士龙骑的下一剧场版 他的变身者是镜子世界的真思 但行为处世与真思完全相反 人送外号 乡村假思 为了成为最强骑士 他又骗真思在现实世界和他融合 变身成假面骑士龙牙 龙牙的整体造型 除了配色和突出的眼睛外 其他与龙骑几乎一模一样 在实力方面 按照骑士世界 推划强三倍的原则 龙牙在卡片上的数值 都要高于龙骑一千 但在剧场版中 受限于是在现实世界战斗 所以导致战力方面下降很多 况且与龙骑大招对踢中 他还站在不利的左位 结果只能败在龙骑脚下 最后附上经典的双龙对踢 第四位 假面骑士巨人 登场于假面骑士剑的夏日剧场版 变身者为至孙唇一 明面上是新世代骑士的老大 但其正实身份 是不死寿终的另一张王牌 目的就是为了搜集四张K卡 并获得被封印的远古力量 其全身颜色以富贵镜为主 以行剑为武器 在剧中 他为了自己的野心 暗杀了自己的两名队友 还企图夺走Joker的女人 最后自己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 死在了帝皇剑的斩机之下